2008年 第29屆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中国首都北京举行 盛大的开幕式 让北京吸引了全球的影响 在各国媒体的镜头下 大方异彩 原来正是这一年 在香港土生土长的肖慧君 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2008年 北京的房地产已经开始崩溃 当年的第一太平戴维斯 在北京有个项目 想找一个物业总经理 机缘口合 戴维斯的华北区董事长 找到我 想我来北京做 我当时想 这个是不是一个新的挑战 其实我之前是 香港政府房住工作 当年的工务员 工作稳定 还有贴饭务之称 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 我觉得香港的房地产 发展已经十多局限 所以在1994年 我毅然离开了工务员行业 加入了一个香港的商业房地产商 他在国内有很多不同的物业 我亦都参与了我里面的物业管理工作 今次又有机会长驻北京 我在想 是不是在退休前 可以将我的经验 分享给北京的年轻人呢 我亦都觉得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 于是乎 我就来到北京了 其实我来过北京很多次 我印象最深的是1980年 当我第一次站在天安门广场上 感觉广场很大 或者英国的特拉法家广场 看到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和文化 去到长城那时候 幻想当年前日 如何抵愿望的 这一切都强烈地震含到我 当时我就很坚定地告诉自己 我是香港人 我更是一个中国人 作为最早一代在内地工作的香港人 萧惠君经常穿梭于中国的不同城市 北京 上海 天津 重庆 广州等等 初次遇见她 是在北京千禧大酒店 当时 她在业内已经有很高的威望和成就 担任的职位众多 自然头衔也不少 而在她自己心里 最重要的一个 也是最短的一个 便是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会长 当我们打开萧惠君的百度名片的时候 上面朴实的 也仅有这么一个头衔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施经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批准 在民政部登记注册 于1993年在北京正式成立 到现在 商会在内地的业务范围 已经遍及十多个地区 企业会员高达一千多家 个人会员的数量 达到了两千三百多人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是一个非牟利组织 同时也是一个平台和桥梁 关联着内地和香港 帮助港人港旗到内地发展 现在内地的政策更加开放 官员也很务实 法制也越来越完善 方便了香港人到内地的发展 同时也给他们提出更大的保证和支持 而商会一直 和政府基瓜保持密切的联系 在疫情爆发之初 朝阳区统战部和东城区统战部 就捐了一批口罩给我们的会员单位 当时医疗物资缺乏 有钱都卖不到 特别是香港 而这两个机构又再一次捐了一批口罩 透过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捐给香港的一线工作者 当这些口罩捐给那些朋友的时候 他们都感激到不知说什么 我现在仍然记得 他们当时眼中那种感激之痴 我算是最早来内地发展的香港人 亲眼见到内地一日一地的变化 也都见证了一个个人不可能 因为可能 好似今次的新冠疫情 无论香港或者世界其他地方 都饱受新冠病毒的摧残 不断地隔离或者是封城 但是内地由于防疫工作做得非常之好 也都非常之安全 我们很早已经可以周围去做事 或者是游馆 也都令到世界各地的人物刮目相看 早年的时候内地人是比较落后 跟外国人有很多差距 我记得很多年前 有机会去外国旅行 去到一些博物馆 看到一些中国的文物 居然被人作为其他国家的物品展出 作为一个中国人 心里面非常难过 也都很愤慨 更加明白到 国家要自身强大 才有机会在国际上便于受欺凌 2008年 我来到北京工作 看到尿巢 看到水立方 看到奥运开幕式 还见证了一个个中国建议 拿到奥运金牌 心里面非常高兴 也都很兴奋 甚至于高兴的眼泪流了下来 我都不知道 这些正是国家强大的自豪感 令我觉得我在内地的工作 才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于是乎我就做了三年又三年 我现在我都不舍得回去 像肖慧君这样的内地的人 更能体会什么叫薄弱兽灵 无可奈何 更能懂得什么叫国家兴亡 喜夫有责 有国才有家 无悔入华夏 正是这群充满爱国情怀的香港前辈们 无私的 用心的付出 是他们 用自身的余日 谱写着不凡 不忘初心 鼎立前行 是他们 让今天的香港商会 在两地商业 文化 人才交流上 发挥了 越来越大的作用 北京是一个多元化的大都市 有很强的包容性 四季分明 景色幽美 到北京来 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 处处都相机无限 我的中国梦 现在实现着 你的梦想也在等着你 你和我将会很幸运地成为见证 和参与祖国 走向富强之路 送给你小星星 送你花一朵 你在我生命中 太多的感动 你是我的天使 一路指引我 无论岁月变换 爱你唱成歌 听我说谢谢你 因为有你 温暖了自己 谢谢你 感谢有你 世界更美丽 我要谢谢你 因为有你 爱藏在心里 谢谢你 感谢有你 把幸福传递 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各位朋友 大家晚上好 非常高兴大家 今天晚上来参加 中国香港国家国家 地区相会 同心同行 共荣共进晚会 首先 由大家台下 各位朋友的支持 才能有今天 中国香港地区相会的 防荣状态 作为中国香港地区相会的会长 我有这样带领大家 把相会这个平台 建设得更大更广 同时也要把这座 沟通香港与内地的桥梁 装修得更美更好 今年是国家十四五的开局今年 这内地在不同层面 都有更好的发展 以及原先中 国家健全将会越来越国际化 且就更需要 国行国家的人才 我希望有更多有理想 要报复的年轻人 能够积极地投入内地 了解内地 见切内地 从而成就自己 我们中国香港地区相会的大门 一直为你敞开 你们的到来 永远不会晚 希望有你 欢迎我自己 谢谢你 感谢有你 世界更美丽 我要谢谢你 因为有你 爱藏在心底 谢谢你 感谢有你 把幸福传递 谢谢你 感谢有你 世界更美丽 感谢有你 感谢有你 永远不会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